早晨,我是Jackson,林振前,又来到每个星期五的一周Ock-In 这个星期我们也有很多事情要关注,尤其是昨天我们的前首相夫人Rosmar的案件被判决了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会谈到这个话题 所以根本性产生我们的一个细细评论云,我们要彭伟祥律师来信赛 哈喽,洪律师你好 杰森早上好,所有听众早安 洪律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看看我们前首相Najib 就是入狱之后,他的夫人也无法幸免于官妃 那吉隆坡高庭昨天就宣判了Rosmar被控在萨拉越的学校太阳能的电供的舞弊案上面 就三项控状全部罪名成立,被判入狱十年,罚款九亿七千万令吉 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判决呢,当然他们的律师就说,哇,这个是史无前例的高的 那可是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萨拉越的学校太阳能的贿赂案当中呢 有什么亮点就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首先大家必须明白,这个前首相夫人罗斯玛他所面对的案件 其实现在下判的只是众多案件的其中一个 就是像健身刚才所说的,三个收费案是涉及萨拉越郊区学校太阳能案的收费案 其实这个计划,他的总价值是十二亿五千万 所以罗斯玛被告是收费15%然后再加收150万跟500万 所以接近20%的费案 然后在这个案子以外,罗斯玛还有面对17项控状是洗钱罪 所谓的洗钱就是非法将没有申报合法的收入来存入银行之中 我们这就叫洗钱罪,所以两个是不同的案子 所以罗斯玛昨天被控有罪,然后坐牢十年罚官9亿7千万的案件 其实是三项收费罪 所以他收费接近两亿罚官判于他最高的刑罚,就是五倍 但是坐牢并没有判最高的刑罚 因为坐牢可以20年,但只是判给罗斯玛10年 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明白的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当然律师像杰森刚才所说 肯定包括罗斯玛本身是内杀法庭的 他们都会打悲情牌,说我们是被冤枉的等等 但是法官是根据这两年来所有的呈堂证据所做出的一个判决 所以你要说法官不公还是什么 其实这不是一个适合的场合 你可以在上述案件提出法官的错误 法官是个人对你罗斯玛是没有任何的好物的感觉的 所以罗斯玛打的悲情牌其实不是面向法庭 也不是面向法律,而是面向公众 这点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 当然最后一点就是,罗斯玛他并不会马上的坐牢 因为他还有上诉的权利 既然他有上诉的权利 我们就不能直接把他关进监狱里面 因为他有推翻判决的可能性 如果判决被推翻了 结果他却已经服刑 他已经坐牢了 那很明显对他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伤害 你金钱上是不可磨灭的 所以通常只要你还有上诉的机会 法官都会给你暂缓执行刑罚 所以这个就是昨天罗斯玛判决 可以总结给大家的主要三点 那当然刚才说到嘛 就是罗斯玛他一定会打这个背景牌 希望大家给他同情分 然后呢他的这个律师一定会为他说话嘛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主控官呢 之前也表示说他们要求的是 法庭对罗斯玛判处最高刑罚 就做了最高二十年已经五倍的 这个汇款的金额的罚款 那这个当然有的人说 哇需不需要这么高呢 可是呢这个主控官说 其实在一些贪污案当中呢 判处最高刑罚是很正常的 的确是这样子的一回事吗 是其实像我本身是一名律师嘛 所以在法庭上都是这样子的 大家如果有关注昨天罗斯玛下判的新闻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控方就是主控官 他们要求的是最高刑罚 就是坐牢二十年 跟相当于贿赂金额的五倍罚款 所以这个是法定所定于最高的惩罚 但是大家别忘了 罗斯玛是有律师的 他也有辩方 辩方要求的是什么 辩方要求的是最低的刑罚 也就是一天坐牢罚款 这个是我们在法庭之上 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情 控辩双方 一方要求去到完的罚款 另一方要求最低的惩罚 所以法官通常对出犯者 都会取中间职 所以你看罗斯玛最后只是被判坐牢十年 但是因为他贪污的金额很大 所以他贪污的金额 他一样判罚五倍 就是你所贪污的金额 你要偿还五倍的罚款 所以这一点是很平常的 在法庭上每天都会发生 主控官都会要求最高的惩罚 以尽效尤 四个字 以尽效尤就是作为社会的借禁 作为官员的借禁 你们不要犯这样子的错误 所以这个是很普通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包括辩方律师 他们只要求一天 我本身有经营频道 所以很多独有他们会说 主控官他要求一天 他不会觉得可笑吗 只是要罗斯玛做一天 当然不会啊 他是罗斯玛的代表律师 他所维护的利益 必须是罗斯玛的利益 所以他当然是以罗斯玛利益 为出发角度 所以只要求一天的刑罚 如果法官只判一天 我说如果只判一天的话 那罗斯玛其实意义上是不用坐牢的 他只要在法庭待过超过五点 那他就可以释放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法庭 经常都会出现的情况 不是什么特别的情况 是他们还是会try their luck的 这种情况是 对对 好那稍微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就是刚才红律师有说到 罗斯玛现在不能直接的送入牢狱 因为他还是有上诉的机会 那在这个上诉的一个程序 会是怎么走的呢 稍微我们请教一下红律师 继续守着Melody 早上来好 嗨 杰森 咱们真请 接下来给Melody一早 All in 我们的印象里 喜喜朋友 红伟祥律师 哈喽红律师 早安 杰森 早安 所有听众早上好 红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就是这个沙拉越学校太阳的贿赂案 那我们的前首相夫人呢 就是罗斯玛 就被判入狱十年 罚款就义七千万令吉 那可是呢 他目前的是还没有就是入狱的嘛 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 他其实还有上诉的机会 那这个上诉的程序 会是接下来会是怎么走的 他一定会选择上诉嘛 对不对 对 肯定 他如果没有选择上诉 那他现在就已经要坐牢了 所以在刑事案件里面 所有的刑事案 你都有两次的上诉机会 这个是避免法庭做出错误判决 因为不管你是多精明的法官 多精明的主控官 多精明的律师 你终究是人 世人你就会犯错 既然你会犯错 那就可能有冤狱的存在 所以在一个正常的法律体系里面 都会给予你空间来进行上诉 所以罗斯玛 根据我国的法律 跟纳吉是一模一样的 他有两次的上诉机会 他的案件是从高庭开始的 所以他接下来的上诉 就要向上诉庭 就是Code of Appeal来进行申请 如果上诉庭他输 或者是主控官输 那主控官或者是罗斯玛的方 输的一方 还有上诉 最终终极上诉的机会 也就是上诉到联邦法院 像纳吉他就是耗尽 所有两次上诉的机会 所以罗斯玛因为有上诉的机会 法官也不能直接判他进入监牢 会暂缓执行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因为你判一个人去坐牢 如果他有上诉的机会 那之后他被判无罪 他所受的伤害 他在牢里面所受到的 这种身心灵的侵害 你是无论如何都弥补不回的 除非时光可以倒流 但是我们没有时光机 所以我们的法律是很清楚 有定例 只要你有上诉的机会 那我们就要maintain status quo 就是保留现状 不要让他坐牢 以避免不可挽回的错误出现 所以这一点是没有疑虑的 罗斯玛不会马上进去坐牢 没有任何法律的错误 那我相信可能民众 对于这一个上诉 也会非常的关注的 更关注的就是 他顺利脱罪的几率高吗 他上诉的成功的概率 首先我们还不知道 高庭法官判决罗斯玛 有罪的理据在哪里 因为他的正式的判决书 还没有出来 不像那集的案件 那集的案件 法官在判了那集有罪之后 大概在几个星期后就有把完整的判决书 上载出来给公众查询 当时是涉及800页 我相信这个罗斯玛的案件也一样 法官也一样会把他的完整判决公布出来 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法官的判决 因为他还没有颁布出来 所以如果现在来评断罗斯玛上诉机会的胜算 其实是有点过早了 但是如果你问我 其实我一直都有关注罗斯玛的案件 从一开始的控方程序 到罗斯玛表面最成立 到罗斯玛的进入变方程序 就是我们所说的defense case 到现在罪名成立 其实我觉得证据是蛮确凿的 因为他通过他的助理 就是RISA来收取这个款项 而且这个款项是15% 是对得上这个计划的金额的 所以证据其实是蛮确凿的 控方也召集了很多的证人来证明 罗斯玛是直接有涉及到这个案件之中 是直接给予RISA指令来收取这个金额 所以如果你问我 以现有的我们所能获得的资讯来看 我觉得罗斯玛上述成功的机会 其实蛮渺茫的 但是最终还是要看双方律师 控方跟变方双方律师所提出的理据 还有法官所判决的理据 才能做出决定 那当然我们看到昨天呢 就是被判决的呢 只是三项的罪名而已嘛 那其实他其实身上有蛮多的一些 就是控状的 那罗斯玛接下来还会面对 什么案件的一些控状 对其实罗斯玛除了这三项收贿罪 这三项只是收贿罪 就是反贪委员会法令底下的贪污罪 三条控状而已 他其实还有17条洗钱罪 所谓的洗钱罪 就是你收取非法的金额 你没有申报 任何非法的收入 你没有申报都属于洗钱罪 所以他有17条洗钱罪 还在审理的当额之中 所以罗斯玛的案件 只是这一部分完结 跟他的先生 跟他的老公 就是前首相纳吉 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不要以为纳吉 因为SRC案件入狱了 现在已经在监狱里服刑了 他的案件就告一段落了 其实他还有四个刑事案 在进行的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刑事案 就是一马公司 1NDB的刑事案 这个才是涉及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 所以在2018年改朝换代之后 当时西门政府 包括汤米·汤姆斯 当时的总检察长 他们的策略就是 先提告这些比较小的案件 比较容易入罪的案件 把1NDB这些比较严重的案件 放在后面 包括罗斯玛也是一样 我们先提供他的收贿罪 迟一些才提供他的洗钱罪 所以陆续有来 他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先把容易入罪的 容易举证的 先举证完毕 先让他付出代价 所以这是当时西门政府 包括汤米·汤姆斯总检察长 所做出的一个策略 而这个策略 现在看来是非常成功的 如果你把所有的案件 都混在一起来审理的话 那不知道到猴年马月 他才会完成审讯 OK 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个罗斯玛 或者是拿去的案件 我们就继续的关注下去 好 那稍后回来 我们在Melody一周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这个巫统的最高理事之一 还有这个首相特别顾问 阿萨利娜 他最近有一番言论 就在这个巫统的特别汇报会上面 就表明说 首相必须撤换这个总检察长 因为他们觉得说 应该有这个亲政府的人 去做这个位置的 可是这番言论 就引来很多的反弹 后来阿萨利娜也辞去了 这个首相的法律顾问的职务 而且昨天也看到说被批准了 当中这个事件 有什么值得去关注的点呢 稍后来我们请教一下红律师 继续守着Melody Melody 红律师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事件 我们看到这个巫统最高理事 阿萨利娜 早前有质疑说 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总检察长 不是亲政府的自己人 那这番言论讲出去之后 就遭受到抨击 然后身为我们的首相 特别顾问的阿萨利娜 也选择辞去了这一个职位 昨天也看到是被批准了 那其实在这个案件上面 我们看到就是阿萨利娜 她这番言论 因为可能之前我们 对于阿萨利娜的印象 就是她可能在国会里面 她很多时候都是会去 认同反对党提出的一些论调的 那这一次她提出的这一番言论 你又怎么看呢 首先阿萨利娜 她是巫统里面的开明派改革派 这点我们是毋庸置疑的 就像杰森所说 她经常会复合西盟 所提出的一些改革方案 但大家不要忘记了 她始终是巫统的议员 她始终有巫统的基因在里面 所以她所提出的改革议程 是建基于巫统的议程 你不能逾越巫统的议程 所以当年她持副议长的职位的时候 她曾经有提出 我们的这个副议长 应该交由反对党来做 来以示公平 可是当巫统摆明她的立场 不可以 这个应该由我们金马伦国会议员 也是我们巫统籍的国会议员 来继承这个副议长职位的时候 你看阿萨利拉马上就转弯了 她说她没有 她只是建议罢了 所以虽然她是改革派 开明派 但是她还是必须服应于巫统的利益 但她现在辞职 像监森所说 很多人会以为 其实是因为她说错话 她说总检察长必须是首相的人 导致她辞职 所以其实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其实不止阿萨利拉说过 包括汤米汤姆斯 刚才我们提到的西蒙时代的总检察党 他本身也有说过一样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汤米汤姆斯 在前首相马哈迪辞职的时候 他也一同辞职的原因就在这里 他的理由就是 是马哈迪来委任我的 当马哈迪辞职 我作为马哈迪委任的总检察长 我也必须辞职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总检察长其实就是 服应于政府的利益 服应于首相的利益 所以你看这番话 阿萨利拉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我并不认为 阿萨利拉被迫辞职 受舆论压力辞职 是因为她的这一番话 老实说我认为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国籍传承案 这个案件就是一个非常明显 男女不平等 男女不公 在我国宪法里面可以看到的 就是马来西亚的男人 如果你在外国结婚 生孩子 你可以直接传承马来西亚的国籍 但是如果你是女生 你在外国结婚 你的孩子是无法自动传承国籍的 这是很明显不公的法律 而阿萨利拉她是同意 这一点是不公的 然后她提出 她要在国会提成一个私人法案 来修改宪法 让男女平等的情况出现 母亲也可以让她的孩子 直接继承这个案件 这一个建议 这一个私人法案 在我看来才是真正 导致她辞职的导火线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 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现在是有官职的人 你是首相的人权 及法律事务特别顾问 而现在这个国籍传承案 它涉及法律事务 它也涉及人权 我国女性的人权 可是你作为政府的一部分 你却不能促使政府改革 不能促使政府做出正确的决定 反而你要提成一个私人法案 来修改法律 这很明显就证明了 你这一个位置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只是一个吃空想 吃空粮的官位 在浪费我们的明知明高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真正导致她辞职的原因 其实这个国籍传承案 它暴露出政府里面 这些特别顾问的委任 其实是在浪费明知明高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既然你暴露出这一点了 那你只好挂灌球去 因为你是没有意义的政府官员 你还有什么脸面 在政府里面吃香荷辣 看她的脸皮够不够厚 可能她也是在这个无奈之下去辞去 因为她其实可能有蛮多的议程 她也希望说用她的这个官职去 就是争取的吧 尤其在这个国籍传承案上面 是 Azalina我相信她应该也是有 做出一定程度的争取了 极可能是因为争取不成功之后 她才会提出私人法案 这样子的建议 其实私人法案通常是由在野党 所提出的 我们在国会所提出的法案 其实分为两种 一种是政府法案 一种是私人法案 如果你是政府的议员 你提出私人法案是很荒谬的 证明你自己的建议 你自己的看法不受政府所接受 所以私人法案通常都由 在野党的议员所提出 而在马来西亚 从来没有一个私人法案 是可以被通过的 包括之前回教堂 想要提出的RUU35 就是回教刑事法 所以Azalina她作为政府的一部分 而且她还是首相的特别顾问 她竟然提出要用私人法案 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件很丢政府脸的事情 既然丢了政府脸 她就必须为之付出责任 为之付出代价 我觉得这是她辞职的最主要原因 好的了解了 好我们就是看过了这一个事情之后 稍后我们看看另外一个事件 就是我们的财案会提早提成的 意味着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大选就很快要来了呢 稍微来我们看看 继续守着Melody 祝你来看这个全国大选是不是真的快到了呢 Jensen问到一个重点 其实我一直都认为国会应该在今年解散 国会应该在今年大选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 我不是去猜测首相的心思 没有任何人可以猜测首相的心思 除非你是他肚子里的灰虫 我会抱持这样子的看法 最主要的原因是 大家要明白 现在的政府 从2020年3月开始的慕尤丁政府 到现在的沙比利政府 它是没有民意委托的 而一个没有民意委托的政府 在民主社会 是不应该可以存在长久时间的 在马来西亚处于一个特例 它之前可以存在 是因为我们有疫情 新冠病情 弄到我们马来西亚无法举行选举 所以你看不管沙比利 不管慕尤丁 他们都一直声称 他们不怕选举 只要疫情过去 他们就马上会举行选举 来还证愚民 所以现在马来西亚开放 外国人可以进来 所有的SOP几乎都完全撤除殆尽 已经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你要推迟选举 其实是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依据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还证愚民 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现在沙比利政府 他们提早颁布预算案 从10月28号国会召开 要提成预算案 提早到10月7号 当然国会议员还没有收到通知 他必须在一个月前给出通知 但我们才能确认 是不是真的会提早召开 但是如果真的提早召开 那很明显 他是想要在今年内大选 如果你不是要在今年内大选 你没有必要提早预算案的提成 在我国的历史之上 我必须提醒大家 从来没有一个选举 是在预算案通过之后举行的 因为预算案通过之后 你才举行选举 这是违反政治道德的事情 等于你知道 你自己不能再当政府了 因为选举 你会不会当政府是存疑的情况 你却通过明年我国要花的钱 要怎么花 这是违反政治道德的事情 所以像沙比里现在要做的事情 很可能他是要学习1999年的敦马 就是我们先提成预算案 在预算案还没有通过之前 我来闪电大选 所以我在预算案里面提成的糖果 我在预算案里面提成的拨款 如果你们想要他付诸实行 那请在大选投票给我 让我胜出做出政策 像1999年大选 马哈迪医生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11月11号宣布解散国会 11月20号提名 10月29号大选 大选他胜出了之后 12月20号马上召开国会来通过预算案 所以我相信沙比里是想要学习当年的敦马 所以他才会提早国会的举行 那为什么他要提早 因为现在的沙比里跟当年的敦马 手中所握的权力是天差地远的 敦马可以在18天内搞定选举 沙比里我不认为他有这个能力 可以召集这些政府机构 在18天之内就把选举给搞定 所以他必须要延长 要拉长时间 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来举行选举 这就是为什么预算案会提早的原因 那我们的首相沙比里也有说到 如果就被允许的话 他会考虑亲自在10月7号 在国会会议上面的提成 这个2023年的财政预算案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会不会是历史上首例 就是不是财政部长的首相 亲自去提成财案的这个举动 然后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依你看 其实首相提成财政预算案 并不是先例 但是之前像纳吉 像马哈迪 他们都是以财政部长的身份 首相兼任财政部长来提成 所以现在的沙比里 他并没有兼任财政部长 如果他以非财政部长的身份 来提成财政预算案 很明显 他就是为了 刮取政治利益 他要给大家知道 我这个财政预算案 所提出的好处 所给予的各种拨款 是我给的 不是财政部长给的 财政部长是不是我的人 还是一个存疑的情况 大家还记得吗 2021年年尾的财政预算案 就是我们今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他提成是由 Tengu Zafru财政部长来提成的 所以按照惯例 应该财政部长来提成 因为他是拟定财政预算案的人 所以如果 Stabili真的亲自上证 来提成财政预算案 其实就跟他在MCO的时候 屡屡在电视上 跟大家见面 来宣布各种的封城措施 封城优惠等等 其实他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为自己来进行宣传 为自己来增加印象票 给大家知道 这些东西是由我来颁发的 这些好处都是我给你们的 所以政治目的 非常的明显 好了 所以刚才红律师所提及的这些 都是大家可以参考的论调 我们看看 就是接下来的财政案的提成 还有同时 会不会有全国大选的闪电的 来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就继续关注下去 如果大家要重温 今天的Melody一周All-In的话 记得可以下载我们的Shock App 然后在当中搜寻 Melody一周All-In 就可以重温我们精彩的分析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红律师的讲解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谢谢你 谢谢Jensen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